為政治公立 好 那我們就 宣佈開會 因為親民黨馬上就到 哦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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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委員 來 請坐 那麼 今天早上的學商 是基於 中國共民黨黨團 在昨天發一個文 那我稍微來讀一下 就是針對105年度 10月5號衛環委員會審查 依行政院含請審議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跟北院王玉民等 時期的擬據勞基法 勞動基準法第38條文修正草案 等這些草案的修正 招委陳寅嚴重違反相關議事法律規定 該案與全國廣大勞工權益息息相關 然後請院長7日上午 即刻召集超越黨團協商 必立處理相關審議正義事宜 針對國民黨黨團昨天晚上來的寒 我們就召集今天早上的學商 那麼這個事件的過程 大家或許都很清楚 那我們先請國民黨黨團 針對請求召集學商的目的 有什麼想法來做一個說明 請來 國東兄 院長 各位委員 我們黨團這次提出其實是兩個訴求 我要先把第一個訴求先講 我們才會進入到今天我們管理隊10月5號的這個 當天的整個議事的過程 包括主持的招委的很多的這個可議之處 再跟您提出 我今天要特別向院長要求 這個立法委員在院會 在委員會的發言權不應該被壓制 這個話應該是講給執政黨聽的 每次我們遇到一個爭議性 必須要更多討論的這個交點議題的時候 執政黨往往用多數暴力 一個發言 兩個發言就提出了所謂的這個停止討論 然後利用多數 就讓其他的委員根本就沒有講話的機會 這個不是一個正健康的一種民主制度 所以我要求院長介入這個事情 能夠跟執政黨來討論 在野黨就是要發言嘛 你還沒有讓我們發言 就壓制了我們的發言權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這是第一 第二 關於10月5號當天的整個程序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每個政黨都參與了那次的這個 這個議事程序 有錄音 有錄影 議事人員 還有眾多的媒體的這個影像 我們對已經出爐的議事 議事錄有非常多的破綻 等一下我請我們的首席 一一的點出 我們認為這一次的會議 基本上違反了議事規則 是無效的會議 我想這個部分 時代力量也表達一樣的看法 所以為什麼要要求這個協商 我們希望針對這件事情 還原真相 如果真的是違反了議事程序 或是議事的規則 應該要重新召開審查會 我看到了 這個民間有很多的聲音都要求一樣 包括公都盟也說應該要重新審查 等等 當然公都盟的話只是說來加強我們 為什麼要求做出調查 院長可以揭露這個事情 把當天的整個程序 它的違規之處 違反議事之處 應該做一個專案小組來做一個調查 還原真相 那這個議事錄的部分 我請我的首席 因為它是衛環委員會的委員長 來加以說明一下 院長各黨團的代表 大家早安 我想10月5號的這一場會議 開完之後 全國社會嘩然 不是只有勞工團體嘩然 全國社會嘩然 立法院第九屆大家都說 我們要開始改革 我記得院長上任的時候 也特別一再強調 立法院要回歸以委員會為中心 以委員會為中心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各項議案 我們在委員會 可以獲得充分的討論 而且尊重委員會 各個委員的專業 形成以委員會為中心 這樣子的一個新的改革的走向 但是這樣的改革 在10月5號的這場會議當中 完全被破壞了 10月5號是一場沒有審查 沒有討論 沒有發言的委員會 這個是這一屆 開始以來從沒發生的 即使之前包括像政黨的 討論不當黨產條例 都還願意讓在野黨 有一些討論跟發言的空間 但是10月5號不是 從9點開會9點16分結束 其中多數的時間是在念條文 真正處理到關鍵的部分 就是一分鐘 為什麼外界肌圍 這個招圍已經變成一分贏 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粗暴 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以下我要點出 這場會議裡面很荒謬的地方 有委員提出他要程序發言 一開始的時候9點1分 主席從而不聞 完全沒有處理 然後就開始念所有的條文 到9點14分是最關鍵的 我們調出錄音帶 主席說 停止尋答 停止討論 然後進行處理 然後問有沒有意義 錄到的音是有意義 我在現場 我就在陳寅主席的左前方 離他也非常的近 我剛喊有 我們南委員也喊有意義 這個錄音都已經錄到了 我希望這個整個意識的人把它調出來 就是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在有意義的情況底下 我請教各位 立法院任何的討論案 有意義的情況底下 主席說有意義 要不要表決要不要處理 要 有沒有處理 沒有 然後後來就宣佈暫會 那更離譜的是什麼 大家看到這一份 這一份是誰做出來的報告 魏環委員會 誰寫的 送到議事處的 魏環委員會報告誰寫的 他竟然在這個報告裡面 提到說上述兩岸 軍經在場委員 無意義通過 錄音錄到的 有沒有意義 有 現場沒有處理 報告可以篡改 說無意義通過 這個是非常非常荒唐 而且荒謬的事情 這個議事處 可能要以送監察院調查 為什麼寫出這樣子跟事實 完全違反的一份紀錄 而寫出這一份紀錄之後 我們就看到 議事處發出的什麼樣的函 由陳瑩昭委 已經可以來主持 有關於這一些議案的協商會議 這一連串的過程 我請教在座各位 在座有非常多專業的 對於議事首年的人士 整個過程 合乎議事的規範嗎 人為操作 普及斑斑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會議結果 也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會議結論 如果程序不正義 這個是過去 我想現在執政黨 民進黨一直在高喊的 如果程序不正義 那個結果 會是有效的嗎 是可被社會所接受的嗎 所以現在 包括一直監督國會的公都盟 都主張 這樣的會議應該要重新召開 它是一個無效的會議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嚴肅 而且嚴重的事情 今天朝野各黨團都在 我們應該很理性的 看待這件事情 這不是為了某一個政黨 想要快速通過某一個法案 這是關乎到立法院 我們第九屆的國會改革 是要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我們容許未來的委員會 再發生這樣子 用強行宣讀的方式 完全不經討論的方式 這麼粗糙粗暴的方式 來處理議案嗎 我覺得今天這個院長 謝謝您召開這個朝野協商 但是我認為您應該要主持 這樣的一個公道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不要怕人發救命 是誰進來鬧場 誰大的全員都帶麥克風 出來在那邊高聲喊叫 在那邊叫囂 在那邊衝撞 你們從前一天晚上 在80一佔據 就是不打算開會 你是用武力的方式 杯葛意識的進行 現在還在這個地方誇言 你們是遵守程序 把整個錄影彈掉出來看 錄影彈掉出來看 從頭到尾 你們哪一個地方遵守意識程序 你什麼時候要遵守 做意識程序 我一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 幹嘛要組一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 我為什麼不敢 我為什麼不敢 我是沒有必要 不是不敢 你們幹嘛在那邊 怕人發救命 照照我才行 你們如果不是前一天晚上 801先來站會議室 不是302進來鬧場 今天會議有需要這樣召開嗎 你們幾點就在801 那你們五點以後呢 五點半以後呢 那不用談嘛 那不用談嘛 沒有啊那個 不好意思 我可以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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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說明一個程序上的事項 時代力量 我們都一直很尊重 整個立法院裡面 寄存的規定 到底該怎麼樣運作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在10月5號之前的一天晚上 當我們知道 801會議是改到302 換來換去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期待 由院長這邊 來召開一個朝野協商 因為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第二天到底要在哪裡開會 會可以開得下去嗎 而且我很遺憾 那天在開會以前 並沒有像今天這樣子的協商產生 今天中國國民黨要求 院長你就幫他們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時代力量只有5席 太小了 我們聲音不是很重要 所以導致了這樣子的差別待遇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也覺得很困惑 或許我是立法院的新生 我不知道這種遊戲 是要這樣子玩的 我們以前如果委員會要開會 就盡早的到委員會外的門口排隊 我們5點多6點多 通通都有去過 那我相信其他黨黨團的委員 也是一樣 但前一天晚上 當我知道了801被戰 要改到302 那為了要改 司法法治委員會 還特別停止開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困惑 說現在立法院在運作的規則 變成了先佔法則嗎 就先佔先贏 都完全不用按照規矩辦事 還是說 的確這個是按照規矩辦事 只是我們太知淺太幼稚 不知道有這種規矩存在 所以我希望立法院 看是由秘書長 還是由誰負責的人 能不能跟大家把規則講清楚 我如果在前一天就站了 第二天開會 所要站的會議室的話 那我到底是可以站到幾點 我到底是可以站到幾點 因為如果有這個規則存在 那就沒有關係 以後大家都這樣子玩 那第二個 前一天晚上的事情 這是要處理的第一個真點 第二個要處理的真點 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 我第二天早上跟永明 Freddie 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的 到302外面的空間 我們坐在走廊上面 那裡面明明有人 我們希望他們開門讓我們進去坐 我每一個經過的委員 跟他們拜託 可不可以讓我們進去坐 不要讓我們坐在走廊的地上 每一個都拒絕 說七點半會開門 七點半會開門 結果等我們進去了以後 七點半裡面早就不會 布置好了 那顯然有人比 可以比我們更早進去那個空間 那如果今天有所謂先來後到 這個文明最基本的法則的話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 什麼是先來後到的文明基本法則 是如果我是前一天晚上 就站了隔壁的會議室 所以我就可以比七點半更早進入 另外一個要開會的空間 如果我們建立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話 我再重申一次 那沒有關係 以後大家就這樣子玩 立法院真的要這樣子運作嗎 那還是說 我只要可以調動的到立法院裡面的警衛 來保護我 我就有比較有比較強的實力 比較強的物理上的現實力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天立法院這麼多的警察是誰調動的 在保護誰 在保護特定的委員 還是視所有的立法委員一體同仁 這些基本上程序的事情 我會覺得不管是院長還是秘書長 先就前面的事情跟大家處理清楚 那至於說開會那一天的狀況 其實我們也不用在這邊吵 把錄影帶調出來大家有公平 國民黨的確是在鬧 民進黨看到國民黨在鬧 也不願意按照正常的議事程序去進行 就吵吵結束 那當然裡面 這個審查報告的內容 我個人是完全無法認同 我不願意去為難寫審查報告的議事人員 因為我相信 如果今天有死公務員登載不死的話 他絕對是處於一個被利用的工具 背後的間接正犯到底是誰 這個才是真的要查清楚的對象 沒有啦 因為這讓親民黨也是來講一下 不然各媒體都以為親民黨沒有版本 然後呢 包括就是民進黨這邊 說實在也沒有很尊重 說會把國民黨和時代力量 減透、報告 都沒有提到親民黨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要在這裡 就是拜託總召是不是 給我們尊重一下 那在這裡其實我覺得 剛剛委員都說 誰幾點去等啊 再走上等 我覺得對外界來看 其實本來新的國會改革 就應該認真公開透明的探討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天其實 親民黨全部的委員 都在黨團 在看 國民兩黨在那裡 好想 亂來亂去 說實在 對大家來說 形象來說 國會的改革來說 都是笑話啦 所以當天其實 親民黨的委員 其實都在等著 會議的審查的開始 然後進去提案說明 可是完全是沒有機會的 可是完全是沒有機會的 那我覺得 那天所營造出來 各黨給外界的形象 也都是負面的 我覺得這裡都不是大家所期待的 那 包括 其實這邊 10月5號審查的那一天 其實 那一天的會議 說真的其實是 有沒有嚴重的意識程序 程序的瑕疵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可以 來探討 為什麼 因為 10月4日的時候 你10月5號審查 10月4日的時候 增列像 王委員 提的修正草案 中委員提的修正草案 跟林淑芬 包括他的勞動基準法第38條 跟第79條的修 的條文修正草案 其實這幾個 三個提案內容 其實都沒有增加特休假 也沒有修正到38條 那其實說真的 這就沒有落實 就是 蔡英文 民進黨公委特休 特休假去換那個 拿七天的老公的那個 七天假嘛 沒有 其實他那天 他實際上是沒有討論到的嘛 然後 10月4號 好 夠了 夠了 10月4號一天 夠晚上臨時變更會議地點 因為那天 大概我收到他變更會議地點 好像也是 晚上了嗎 晚上好像 很晚了嗎 對啊 所以 從801變更到3年 當然啦 我們平心而論 當時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也有這樣變更會議地點 所以 但是這兩點 以上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兩點 到底有沒有嚴重的意識程序的這個瑕疵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去討論的啦 那說真的 親民黨還是主張 是不是應該重新 回到委員會 曾經好好的去審查 好好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要的嘛 不然 大家都在喊 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 啊到底在改革什麼 這東西還是就是 過得很粗暴啊 對 你想要怎麼過就是怎麼過啊 那這也是大家不被認同的嘛 那今天我覺得相對的 連親民黨有黨版 要去說明的一個機會都沒有 變成好像看 大家都在手打的 王家 那說真的 不要說時代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互相尊重的 至少有一個 公開透明 可以被討論的一個審查會議 重新再回到 未環大家重新討論 好好的討論啦 實質的討論 這個是親民黨的態度啦 好不好 來這樣喔 剛才三個黨團都講一輪 我一個一個來懇切回答 我很重新回答 先回顧一下 好 就是說 我們 要前一天 前一天的時候 我們前一天早上 你們都知道 欸 國民黨為什麼 為什麼申請801 802 兩間都照顧 好 兩間都照顧 那我們心中有了 一定要搞鬼吧 要變成 這個 要佔領這個 會議室 好 所以我們就清楚 所以我們在查一下 所有的會議室 可能都沒有空間 全部借走 包括我們 經營委員會去考察 那會議室也被你們借走 所以你議謀很久了 但我們前一天才知道 既然這種情況 我們當然要因應 要讓這個會議能夠開啊 你不是說 口友聲音大家說 什麼好要來討論啦 瓜哥時代一樣 也說什麼好要來討論啊 那請問為什麼你們上次7月11 要佔領主義台 不讓我們開啊 請問時代一樣 所以大家不要說偏斷 我都寫到啦 我們 一個話講到底啦 7月11號 7月11號啦 好 來 那國動我 所以我們馬上就思考 這個問題怎麼辦 沒有會議室可以 你贊你是不是沒有辦法開 因為7月21號時代先贊贏 現在是青森林贏 那天就有青森林贏 那天就有青森林贏 沒辦法開啊 我們是在 剛才在 我正在第一次 我正在那邊說 我等一下會議 你要怎麼會議都沒有關係 我先把我講完 我等一下會議 你剛才講完 我會議 大家講完我都別說 對吧 OK 那我們當然要因應 那我們會怎麼開 變更會議是國民黨始作俑者咧 交易委員會的時候 生管輔卡說 你們變來變去 我們跟他跑來跑去 跑到那一陣 大家衝過去 以前還把 把秋雲推倒在地上 那時候趙立營 當交易委員趙委說 秋雲被李協當啦 推倒在地上 那時候趙立營 我就講 我講以前 我講說 講什麼變更會議地地點 那我們 大家都知道 7月21號那一場沒有過 這一下去 我們總要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心中都了然很清楚 就是說 國民黨這樣很清楚 讓我們 那天的會 十月五號 完全不能開 完全不能開 大家都知道嘛 10月24號以後 才有委員會嘛 那整個這個法案 要通過 變數太大了吧 從頭到尾 7月21號的時候 被實際上佔領以後 整個 我們承擔多少事情 當然我們自政黨 一定要把法案通過 法案通過 所以 那時候 我再回到那一當天啊 那我們趕快做應應措施 然後去找 還有哪些委員會 可以借 就借下午的 結果發現 3月21 3月21 3月22有 有警衛隊那裡休息 我們借3月21 那我們就警衛隊休息到4點 我們4點以後 要借 我們開黨的會議 我們都借2個 因為警衛隊在那裡 我們現在先借3月1 再借3月2 我也要在3月2開 我只要拜託有什麼 油美宜 至好委員會停開 我們要通知這個會議室 就是要如何 做你們大家講的 如果來好好討論委員會 來討論 首座的先取準備 包括你看 跟實在一樣 剛剛講說 沒有委員會好好來開 我們還好開 有機會好開 沒有防守怎麼開啊 請問大家心中討論 就是你們要如何讓這個 這個法案沒有辦法順利 順利審查嘛 OK 然後到5點鐘 你每天都給我 我們又轉睛 後來 跑來3月1 3月1日早 你門自己打開 看到我坐在那裡 跟我們坐在那裡 我們坐在那裡討論說 你要等隔壁那個房間嗎 我說好 我真的要找你 所以我們有兩個走出去 所有記者都跟來 我們一直走到議場 他們不能進來 我跟你拜託說 總是要這個委員會開 我希望說 你明天要怎麼樣 跟我們都沒關係 程序發言就程序發言 然後進入巡檔 巡檔以後 然後再進入主條 我們照程序 希望能好好開 我們是祈求能夠開會的機會啊 你們兩黨是 一直要破壞這個部分 讓我們不能開會啊 7、21號就是這樣啊 然後7、21號實在一樣佔你出來 你們都不能佔你出來 讓會就可以開嗎 然後我會想說 你跟我講說要公經會 我就跟你講 公經會 7、21號王毅民 最遭遇的一群人 審達三十六條兩例的問題 你... 好 你在審 請問你講 我國內要講 大家都講 那天請問 國民黨有沒有說要主張開公經會 請問時代曆有沒有說要 那天要開公經會 那何其重大是 兩月的事情 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的事情啊 我們讓你開會出委員會 你要說出委員會 請問那時候時代曆不知道你們哪一個說要開公經會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說 欸 你怎麼知道那條 現在都三條有意見 三條三十四三八 三條一出國一人回去 三十七條 三十七條是什麼 三十七條只有全部放進來一次嘛 三十八條 因為時代曆以前有三八條 這次把三十八條都放進來 八年的版本都放進來 中文上也都放進來 沒有一起討論 我根本跟你講說 既然你前面那一段 你都不只能開公經會 你假如說八月二十一號 你們 所以時代曆佔領主義台 幫到你們 請問時代曆七二十一號 有沒有說 我們來簽簽公經會再來 沒有吧 你們有沒有說 我們先開公經會再來 沒有吧 怎麼可能我們開的時候就簽簽公經會 大家心如注明 就是不當我們進行嘛 所以我一直跟你拜託 要跟共同沒關係 來開 跟共同的 主義人會再開也沒關係 我還跟你講說 市長聯合 市長總召聯合來開組織公經會 開三場都無所謂 過去也曾經這樣搞過 出委員會以後 總召聯合開公經會 然後一人來協商 終究這個要面對 我還跟你講說 這個法案 沒有一個人能夠滿足所有人 一定 大家做什麼捷運 要去承擔 以後就把勞工票 我們不要嗎 我們不會傻事如此嘛 所以一直跟你拜託 那你說 我還跟你講說 你不要來 難道我的301 302 我說你們那邊只有三四個委員 你們跟我們打不過了 我們 我這個委員會 我說要辦公室 我們晚上九點要開 展覽會議 開完我跟你噴噴 是不是這樣 我十點跟你噴噴 所以我們講 然後七點鐘 我就直接打給金永明 所以說 我哪有不震動你 你現在 大家公佈事 要等級 要做董事 很久了 我才說 我要講完 七點鐘 說 鄉民 跟我們現在 會議室講庭 你明天要怎麼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們來討論 你等一下我去看 你說你在外面 你說你要打黃河昌 我說 沒有關係 你什麼時候有時間 你一打我就去判你 七點鐘 七點鐘 因為我跟他要10點 所以我想 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也先來講一下 沒有什麼 我們大家不願意 我雖然知道 你們也 主張要開放 政安公共的兩個命令 要多使用 不讓這個會能夠進行 都主要這個法案能進行 但是我還是忍不忠 還是 給你拜託 國中啊 我都給你拜託四一拜 早上過來一拜都拜 我明天就好好開 當天早上的時候 我還去找你 要好好開 在衝突的時候 我把你們兩個人拉到外面 走到頂 一路 你還要跟我講衝 你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 我說這樣怎麼開會 你一進來就衝 我哪個就衝 根本沒有辦法開 記者又擠起來 沒有辦法開會 我當天又跟你拜託兩次 要開衝衝的時候 我就跳出來 我們兩個到一路 你只要看一路 我來開 你不要講 所以你講不要緊 當那兩四點鐘 六點鐘的時候 我剛才來了 差不多要進來 他剛剛講到這一段 我說你要進來 那一路 我們待會兒要開東南回憶 他說七點鐘來 七點鐘來 七點鐘要開門再進來 你說要開公聽會 我說真的 要開公聽會 你以前 為什麼你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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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 暫領 暫領 委員會的時候 不是當我們開 你有沒有說先公聽再審查 我們都沒有這樣講 你當天就是 你們兩黨還在吵架 你是反正一日休的啊 你們兩天已經出委員會 然後另外一個版本就不能開 你七月一日 你七月一日 你主治的委員會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反正要協商嘛 所以 你今天講說 欸 到這時候 八歲的時候 你那天發 發草野協商給 院長 叫院長主治的草野協商 這個是 我們 國務院長 在你會議室 我要去跟國務院長協商 我會看到活動 還要你跟在旁邊來 監督我 還要記者 還要錄影響 我要解決問題 黃明有 那我找黃明談 有時候我各自找名稱都談 這何來要草野協商 何來 怎麼 你要發一個 怎麼這誤何 你還要認真心思法 有時候要洪門長在黑箱 他就跟這邊沒辦法開 我一定要找一套 一直拜託 拜託三、四次 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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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七點 還沒找他 我七點想要跟他講 我的想要看你 有到尊重嗎 十點我那看 我走到八樓去找他 同時叫吳敏睿跟小段 我現在看 還不懂 小段他一直不看 我七點想要看 他都不看 你兩個去看小段 所以 吳敏睿跟大陣 我是用信仰明的樣子 信仰明說不必談 明天早上再談 你們何必在某些扭曲說 我們發一個 文字上面寫說 我們晚上十點鐘要看 看國民黨 要看 實在一樣 就是明天早上要看 說這不合思維新事法 這個何其又是 這和思維新事法 什麼關係 我說尊重你們在先 同步 我要看他同步叫他去 他說 他們看打完電話 我才走出門 大陣的小段 說你兩個去 因為 我要去看 我還是要這樣騎 我怎麼不知道 你會騎我什麼 人家說尊重你 你一陣子說不合遇 說你把警察 就是合遇 我穿了你不要去 對吧 像你這樣做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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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拜託你自己去講 你不再來 政治不是一天所以表演 然後一直抹黑 那工程一樣 說什麼 這個整個過程 一直拜託 給你們拜託 當然好來信 當天吵了說 我還要把你拿 我們兩個還要把他拿 比下去說 你說 已經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就回辦公室去了 是不是你最後 丟下這句話 我買了就說 買了 我們都一直想說 幫你讓這個非議能夠進行 那這種情況 一直滾下去 是要去辦法進行 實際上 坐在那裡 根本也沒有辦法動彈公斤 兩邊都 兩邊都掐下去了 所以 那些程序 等一下大概論 我想把道理講清楚 如果你是一直 不要突然 我後來信 對吧 你去也是勞計法 三六條 我們便宜完 然後出委員會 你那時候有沒有說 來聽公兵會 請問實際上 去二十一陣佔領主義台的時候 你會說 先公兵再審討 也沒有吧 你說林書人來再來 我給他一張幾個五個 說大家都好來信 是 大家都知道 你要討好哪一個勞工 哪一個團體 我都沒有意見 各黨政治去負責 九百勞工 我們不要嗎 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們 台灣內容我們都有配套了 大家來收錢 說程序就好 那你為什麼不能讓我們開呢 這始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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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嘛 就不知道 我們 當天黨會議 我還教他整個過程 大家不要吵 有兩種狀況 我們一直審一下 一直審一下 到時候怎麼 主委員會 發言 只要一張去發言 成績發言沒有關係 他們要講就是講 我知道你們成績發言 兩黨 你們兩黨只有講一個先公信在審查 讓你們合而為意沒有關係 然後何欣 大家心裡講什麼 不讓他開嘛 7月21號 我們今天 要動一次 多兇 我們民黨已經忍耐到這個 我今天才第一次跟你報應 然後輪開 對吧 你一直說 你不是先進去 但是你 你 你 當天還跟我講說 欸 你民黨 我都沒有看 我問他一句話 欸 你7月22號就合法 我就算了 排名就沒看 我就做了 對話就走了 你以為7月21號 破壞那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 很多大困擾 大家都知道這個 你們兩個都知道 要假裝包裝先公聽會 來拚外面 政治不可以這樣一拚 實在是 未來一個很心靈重要的政黨 公委 對政治要大家照鏡 照鏡子走 那那個公社會 什麼錢公聽 錢公聽就是讓我們 沒有辦法開會啊 那到10月底 然後再阻撓 這個年底以前不能三獨立 整個國家亂叫 不管資格好像都傷 那朝好特定團體這樣就可以了 那要 大家去輔助不要緊 要 說我們不對 要怎麼弄 要怎麼弄我 我都沒有運氣 政治就承擔 本來就是要承擔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靠武力跟你拚的 你一直來拜託了 我還拜託四百 跟那兩天拜託四百 跟那個人拜託四百 跟那個人拜託 拜託你給他拜託 拜託你給他控制一下 你也讓議民說 那一球 要是怎麼開開 你讓我們夜市都這樣 我才對我們體育研訓 請問我們要怎麼開會 你先告訴我 我還在當場來跟你 然後走廊上講 第二次我從臺廊跳下來 我們兩個走到一樓去 我們拜託一下 我們要去控制一下 我們要好好開 走動 我認為你是可以講理的人 我不認為時代會上不可以講理 但在核心事項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冷暖 你要一直在嗷嗷我們 一直抹黑我們 我不會接受這個 我一定在捍衛這個東西 所以等一下 所以你在從什麼 叫警察來做什麼 警察嚇我們沒關係 警察不是叫來保護 警察沒辦法 要叫警察 對不對 他那些人應該有接到情報 生活工作 要來 嫌糧 掉到什麼 所以他 應該是厭惡的事情 根本沒關係 我們為什麼要請他來保護我們 人的朋友這麼多 要照顧也不會輸啊 而且我們在道理上 我們何必跟你 跟你在那裡找一下 我連去看你們 都不必看你們 陳奕平說 一直來刺探 你們派助理來刺探 我連看都不看 我是跟他一直講 我們要好好去嘛 你這樣講去沒辦法 沒有辦法 這是應變的 等一下 對不起 你是說我什麼時候去刺探 沒有啊 你們有助理出來刺探 我也不過去刺探你們了 好 我就跟你說 所以整個過程 我在這裡重申 並沒有說什麼 欸 超級學長你當天發給院長 院長就變得碎眼的 我跟超級學長 我是 我真的要去看你 我也去聽他們 明天會議要進行的問題 這和超級學長何關呢 這和資金經常什麼關係 你看某些制度 用黑漿的啊 不是華裔制度 你在解釋的 我今天實在很痛心 我一直尊重你們 一直忍耐 你們搞了這個 沒有辦法開會 每次也是轉了過去就算了 你們再繼續這樣搞 因為好像希望 我們連反抗的潛力都沒有 我不相信 我比較抱歉就是 我那天早上才跟李鑻君談話 拜託李鑻君 大家衝話 你又說不定了 來衝話會開火嗎 李鑻君是我最後一個 拜託的 是到當天早上 真的 我也跟李鑻君說 你說不定了 不然從大家說 我可以開火 我來開 要怎麼送人 沒關係 條文只有三 兩條有一線而已 其他有什麼好談的 特休 特休 黃毅民的版本 坦白講 你們跟我們兩個就馬上接受 黃毅民的特休版本 我馬上接受 對不對 對 是在 台灣電話還不在談嘛 對不對 那整個 七天假那個問題 有整個 整個過程 整個撇招 大家不講這個道理 然後抓一邊亂打 我還跟廖國長講說 廖國長你們曾經執政過 你十幾個禮拜 你七星期 你未來也想要七星期 那大家給我講好不好 我一直跟 都是平常講這個肯對話 每次朋友都是說 我們來好好選 所以我們 這道理就要在這裡啊 沒有啊 我想 柯總召應該是有很重的情緒啦 當然很重情緒 我今天真的很直接講這個 很直接 所以我現在可以繼續講嗎 可以 OK 所以他剛剛那些情緒性的發言 我大概 我 我 你如果要這樣子講話的話 那以後就這樣討論嗎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 你有沒有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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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嘛 沒有關係嘛 我們現在先釐清事實嘛 對於 不同的事情要怎麼評論 我都尊重 但是這種惡意的抹黑 我絕對不尊重 我絕對不尊重 7月21號那一天 實在力量 當天的記者 全部都在場 柯總召跑到我旁邊來跟我講話 也有記者做成竹字稿 我們那天的要求非常的簡單 只要林淑芬委員 那一天當職的招委 或者是出具 由他出面的書面授權 我們就會把位置讓給 那一天合法的招委來主持會議 什麼叫做我們用武力去佔領 那一天7月21號會最後沒有開 是柯建民委員 跑到那個會議室裡面 宣布今天不開會 大家才散明 這些都有客觀的事實 可以做檢證 那第二個部分 你說實在力量7月21號怎麼說 沒有要開公益會 有啊 我們7月21號那一天 我們兩大訴求 一個由招委林淑芬 或者是出具他的書面授權書 的委員來開會 我們位置馬上會讓開啊 這些全部都有錄音錄影的紀錄啊 你要評論也要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 第二個 我們那天的訴求就是 衛環委員會針對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開過公定會 希望衛環委員會可以開 那一天的錄音也通通都有啊 如果我們7月21號 沒有講這件事情的話 那難道這個新聞報導 是我們昨天去縮使這位記者 超越時空去篡改的嗎 當天就已經提出來了啊 那我們為什麼會提這個要求 非常簡單嘛 你影響到數百萬勞工權益的事情 要求立法院的衛環委員會 開一個公聽會 這樣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啊 我也覺得非常的震盪啊 那你如果要扯到7月21號的事情 你就回去看7月21號那天 時代力量所提出來的主張是什麼嘛 那第二個 不要把時代力量跟中國國民黨打在一起 這種抹黑的伎倆我們不接受 我們那一天 那一天我們在會場上面 我們的確是會繼續的提出主張 說先開公聽會再來進行審查 那你按照議事的規則 對於這樣程序的動議 你如果不贊成的話 那你就把它否決嘛 每一個政黨對於每一個事項 自己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去負責 這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啊 我們那一天坐在那裡 就是希望會議能夠好好開嘛 當然我們有一些程序事項的要求啊 那程序事項的要求如果沒有過 那沒有過就被封殺啦 那我們再進入法案實質的討論啊 結果那天開會 是根本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機會啊 10月5號啦 我可以把話講完嗎 7月21號那天的情況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了啦 那個有客觀的影音紀錄 可以具備檢證 我們那天早就提出來要開公訂會的訴求了 那我還是希望 第二個 我們在10月5號那天開會之前 其實我們就很擔心第二天 情況會很混亂 所以才拜託院長 出來主持超越協商 看這個會 我們能夠怎麼樣好好的順利的 讓他可以來進行 這是我們的初衷 那至於說 剛剛我所提到的說 我們未來的遊戲規則 到底要怎麼建立 是不是要大家都搶著前一天晚上 去接委員會 去站委員會 還是有一種不同處理的方法 那我也希望 能夠就10月4號那天晚上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讓我們了解 客觀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 那這樣才有繼續討論的基礎啊 那第二個部分 針對那一天9點陳寅招委 宣布開會了以後 所實際進行的狀況 是不是跟今天議事處 所發出來的審查報告 內容相一致 那現場也那麼多的媒體 我們立法院自己也有錄影錄音 去調影音紀錄出來 進行勘驗 勘驗的內容就知道 跟這個公文書上面的記載 符不符合啊 這種事情都是可以透過客觀 減證的方法來加以進行 沒有必要在這邊吵啊 院長 秘書長 各位委員 已經發言差不多兩輪 我想還是把今天召開協商 最主要的目的拉回來 剛剛柯總召談了很多 也講到7月21號的委員會 我想今天最主要目的 我們是針對10月5號委員會 到底合不合法 到底 接下來我們需不需要 重新召開一次審查會 從10月4號晚上開始 當然剛剛包括時代力量 親民黨都談到 從變更會議場地開始 大家都有質疑 到10月5號早上9點開始 在302開會 我想大家很清楚 我簡單大概還原一下 陳英總召 在主持當天會議的情況 的確我們可以調錄影帶出來 做勘驗 我想這個一翻兩瞪眼 毫無疑問 我也希望院長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就調錄影帶出來 簡單來說 因為院長當天不在現場 我是衛環委員會 我在現場 五大瑕疵 第一個 當 陳英委員 9點開始 在宣讀議事的時候 我們就有委員 要求說要程序發言 結果陳英委員 置之不理 進行宣布開會 這個已經違反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2條 第二個嚴重瑕疵 基本上 在委員會召開審查會的時候 根據立法院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 應邀列席的人員 發表意見 說明事實 可是陳英 召委不讓勞動部的官員 上台向委員說明報告 當天有七個法案 要審查 結果不讓勞動部的官員 上台說明 好 接下來 馬上 承辦理委員提案 停止尋答 停止尋答 可是 陳英委員 唯一正常程序 讓我們進行 逐條審查討論 立即處理 陳曼立委員 停止尋答的這個提案 我想 這七個版本的法案 十一個條文 居然一次包裹表決 也完全背離我們其實 這個 這一屆 我們要求 國會改革的委員會 中心主義 這個是嚴重的違反議事規則 也是非常嚴重的程序瑕疵 第四大瑕疵 根據立法案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 其實現場 當 最後 陳英委員他有說一句 現場在場委員有無異議 這是非常關鍵 根據我們聽到的錄音帶 現場 我沒有喊有異議 可是陳英委員 並沒有馬上採用表決的方式 也未清點現場委員人數 處理這個議案 程序嚴重瑕疵 這是第四個 違反議事規則的地方 最後 民進黨 陳英招委 你們自己提出一個複議 也提出複議 有無異議 反對 有異議 現場很清楚 有人提出有異議 可是趙偉同樣不處理 所以 這五大瑕疵 我相信 不只這五大瑕疵 我們可以調錄音帶出來 錄音帶出來 就會很清楚 所以我想 結論就是 今天 剛剛柯總召 也談到 十月四號晚上 這個會議是 佔領 調動 臨時變更議程 把司法法治委員會 的會議取消 未完換到這個委員 大家都有提出質疑 我想 院長 大家都認為 十月五號的會議的召集 的審查 是有很嚴重的瑕疵 違反議事規則 不只是我們立法院 各黨的委員 我相信 包括勞工朋友 所有的民眾 都有很強烈的質疑 這一屆 我們強調國會改革 院長 是你展現破例的時候 這也是我們今天 召集協商最主要的目的 我想 如果 今天 我們讓十月五號的會議 就照著 現在我們看到的議事錄 就讓他這樣過 將會 為立法院的歷史上 留下很嚴重的污點 我想這個院長 你也是不願意看到 這一切都會留下紀錄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重新召開一次審查會 在這之前 我們就要錄影帶出來 很清楚的 看到底有哪些瑕疵 所以我想這是很簡單的訴求 那個 我是不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是衛環委員會 國民黨黨團這邊的 我是委員長 那 院長 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剛剛萬安沒有講到的 因為依據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21條 準用的這個立法院職權的行使法第9條 第二項的規定 加上委員會其實過去我們所有的實務的運作 在委員會處理院會交付審查的法案 除了應將議案要朗讀以外 而且要依次或逐條的提付討論 在前天的做法上面不只是瑕疵 而且是公然違法了 因為你當初其實根本就沒有逐條討論 再加上就是說 最後陳曼利委員他提複議的時候 到底他複議哪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到底是複議全案保留交付協商還是複議什麼 完全也沒唸出來也沒人知道啊 然後馬上就是交付表決也沒交付表決 然後就是無意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我想這個對主席就是陳怡他都會針對複議的事項提出宣讀 複議什麼 也沒有宣讀啊 所以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本席 我是覺得在這方面是 會議上面是很多瑕疵的啦 我今天只要補充說 其實在我們的組織法第21條 還有在我們職權行使法的第9條 第二項都有這些規定的啦 是不是可以查一下這些規定 那如果說是真的在行使會議的過程裡面 有狀況的話麻煩 那另外我要補充一點 我即使到了今天來開立法院會 剛剛因為院長沒有在下面 我的人生都被威脅 因為在10月5號剛剛發生的事情 就是剛剛才發生的事情 有幾個記者全部都有照相 這個蘇貞欣委員他走到我的座位上來 他跟我講說 你給我記的 我那天沒有講打人 你跟我講打人 我今天都會把你對掉掉 我今天要在這邊講 委員其實要互相尊重 不應該做人身攻擊 更不要威脅說什麼打擊被打擊被 打擊被搞到對掉掉 今天如果陳寅需要三個保鏢保護她的話 我今天不需要任何保鏢在這邊保護我 但是我要說明的是 今天我們是就事論事 在當天的那個推擠的在所難免 我們其實是非常克制的 可是當天發生的事情 有記者也拍到了 我們國民黨的女性的委員 是有被性騷擾的 然後許書法委員 其實在我們黨團的資料 請讓我講完 他已經有講 他其實是為了息事寧人 不要讓事情失焦 所以當記者去問他的時候 他說那可能是沒有傷心背著 可是我們都已經是 已經相忍畏國了 今天蘇貞欣委員甚至還把這個話 再拿出來講 拿出來講 不只是拿出來講 我只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立場 我今天 當場 10月5號那天早上 他就這樣騎 給我騎的 他就說你給我騎的 我們出去 我今天要講 我也沒有跟他講什麼 他說我講他打人 我們可以把現場的錄影帶 調出來看 我拿著小蜜蜂 我們沒有講 我告訴你 我根本要他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 我怎麼會講蘇貞欣打人 可以把錄影再調出來看 當天只有講什麼 是吳秉瑞講說 國民黨打人 我們可能也有講 民進黨打人 我們有指明道姓說 誰打人嗎 根本沒有 你蘇貞欣今天 事實上是指上罵槐嗎 只是因為我是目擊者 所以我就要變這個樣子嗎 我們許淑華委員 已經為了要息事寧人 都已經忍下這口氣了 媒體問他 他都說 那可能是沒有修行不會丟 可是我們在 我們自己 三十八加上 就是我們有個群組裡面 他都已經講 其實他是故意 可是我們都沒有 再開記者招待會 也沒有再要把這事情弄出來 也是大家就說 好 事情過去就過去 也是幫他留個情面 你今天這樣子的事情 今天還敢到院會喔 到院會 當著所有的委員的面 還威脅我 不只是他威脅我 吳秉睿也走過來 他還講說 我提醒你喔 這個議場裡面 沒有什麼言論免責權喔 你不要 不任何隨便講什麼 誰打人 我把錄影帶 要掉出來看嘛 我根本連他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會講他打人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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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確立議事規則喔 院長 我希望我們今天來開會實施是確定未來 如果有重大議案 大家要這樣子處理的話 我覺得 所謂的國會改革喔 這個文會中心主義喔 都完全不見 所以我希望今天院長 你今天坐在這個位置上 才是 那一天的會議 到底是不是有效會議喔 我希望你是保持中立的立場喔 因為那一天一立一休這個案子 我想對於大家都非常重要 我相信對於民進黨 你們有 你們有你們的意志要去貫徹 對我們來說 那一天的表決 留下一次會議紀錄 我們到底是支持你的一立一休 這對我們委員會 對四個未還委員會來說太重要 當然對於其他在野黨來說 或許也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那一天 過去民進黨說 最痛恨包裹式的表決 那一天在現場 那麼多隻眼睛 到底有沒有表決過 任何一條條文 沒有 大家心裡都很清楚 我想是沒有表決的 我想院長你心裡很清楚 但是從足字稿上面 他說我們現在開始表決 喔沒有意見沒有意見 這個太禍稀明了 院長我覺得我們不要這樣 如果今天就是開了這個例子之後 如果你裁定那一天是有效的會議 一定要大家都面目啊 大家都講過大概有兩輪 只有陳委員 只有一輪啦 不是我是說黨團 那基本上大家開始在講重複的問題 好 沒有啦 先讓陳醫姐陳委員先講 讓他第一輪而已 來 沒有啦我覺得今天的重點 不是說假期齁 大家是做過什麼好笑的事情 這句話只有親民黨的立場可以講 真的 說實在 我們也要跟總統說 我這樣聽一聽下去 喔 這樣你要那麼痛 一些的啊 你說鼓掌 他們兩個都沒有鼓掌 我們親民黨 對不對 大家不是去講過去怎麼樣 還是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說真的 同樣的戲嘛 國民兩黨都玩過了啦 齁 實在力量我相信 也是不差啦 所以今天是到底 今天 要來開這個 黨團協商 到底是不是要重新審 再回到衛環委員會 去做一個實質的審查 這才是重點嘛 那就院長你就 公道財事 看一下要怎麼處理就好 大家浪費時間 坐在這邊說 你以前怎麼樣 他以前怎麼樣 這都沒有意義嘛 到後來 之後直播看起來 大家都是笑話啊 對不對 院長這樣好不好 好緊財事節 好緊張 這咬笑皮膚的事情 沈棟也要做 好 好 不好意思我是沈棟 最好才會去沈棟啦 我最... 我最... 我都是自己 自己做的切話 我說 也要再這樣說 所以我馬上去沈棟 沈棟 沈棟 我自己講一下 好 所以國昌啊 我還在跟廣東說話 我不是什麼機動不機動 我這樣很嚴正的講話 OK 只會公聽會 我們來回到公聽會 那七二十一號當天 我們兩個在吵 我兩個在吵 你又不能吵 對吧 後來我... 我們兩個找了班人 你說你那個... 做錢不做錢的 我們在吵那個 你當時沒有講說 欸... 你家公聽會再來吧 其實記者會在講 我不是沒有看到你 這一點我先講 好 我先抱歉 你後來記者會有講 這個時候要先開公聽會 我先抱歉 他剛才藍藍給我看 但是呢 我請問啦 國昌與其時代一樣 你們所謂要開公聽會啊 黃衛敏 你七月十一號 養育的事情 有沒有開公聽會 沒有吧 黃國昌有沒有主意 因為在野黨沒有任何一黨有要求要開公聽會 我們知道這個公聽會 所以我為什麼沒有在要求公聽會 因為... 因為大陸部部長來報告過四次 講爛掉了啦 這個案子是從上一屆延續到現在的啦 不是只有單一議題啦 雙週霸司改為單週事實開始 整個配套 包括我們... 那上一屆... 包括這一屆開始 總部退回... 那個... 要審查... 改審查等等 整個... 整個... 一套的東西啊 你先不要抓一個點啦 七月... 公聽會 立委員誰開過啊 松口哨開過啊 老中部長 剛剛這個... 這個會期... 這一屆... 來四次報告案 講爛掉了嘛 老中部在外面開25場以上的說明會 所以... 今天... 大家很清楚 因為從頭到尾兩黨都是不讓這個法案進行嘛 要跟... 某些團體表態而已嘛 就... 這... 大家很清楚 每個人都在家嘛 那我們真的... 有人... 認為我們這不合理 要打我們 我們都承受 政治本來就要承擔 我們要講清楚 我們有整套的啦 特修教我們也可以同意啊 可是你不能讓我們看 我們怎麼會去處理這些事情呢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你剛剛... 七月十一號 為什麼... 實在一樣不主張說 要開公聽會再來 不然我們... 十年以後變成要公聽會 對... 政人主義談 那... 最正是最贏 你還在台... 才罵我們說是最正是最贏 講話你講的都是一般... 一般的遊戲規則啊 你也能... 冷靜在講沒有錯 但是... 反而不是這個... 這個遊戲規則這樣而已啦 那變化萬千啦 什麼事情都發生氣啦 好像我們爲的啦 所以今天要回到一個... 就是說... 我們到底對這個... 這個法案... 要開公聽會可以 齁... 可以... 我還跟六王子中講過啊 市長黨邊一起來開公聽會 開始... 參個議題... 363738都來沒有關係 甚至我坦白講... 以前有重大爭議是這樣... 連院長都在組織公聽會 我們都可以啊... 公聽不要大家來講... 怎麼也不會講的 公聽也不要公聽會去 啊... 你以為公聽會有結果 也是在那裡插嘛 一定要幫大家輔助嘛 已經走到一個臨界點了嘛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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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審查了嘛 對不對 你36條出去的 剩下3738條而已啊 是不是這樣 那... 實際上所有題的辦法 罰則我們都可以同意啊 吹哨子條款我們都同意啊 我們還處理24條 請問哪一個版本有像我們這樣完整 24條我們增加老公前一樣 要給他雙倍的工資啊 30條之一我們要給他備刑公司 這整套啦 要大家合法來算 到底這一套公司是怎樣 大家去面對 對不對 一個法案 像這樣的法案沒有... 我們等一下 我們被資方罵也被勞方罵 我們今天執政本來就是要面對的 請問找好勞方 大家想一想啊 找好極端的勞方啦 勞方團體也很多啦 我們都異議溝通過 我們這個 弄了兩三個月啊 包括我親自去跟勞方 跟勞方跟資方都談過啊 所以我們盡所有的意思 讓法案能夠順利順利 進行大家共同面對 如何增加勞工的潛意啊 你不讓他進行之後 講兩個極端 你那兩億也是加兩億嘛 啊真的是 這個時候完全兩億 沒有彈性可以去加班 可以嗎 那可以ban嘛 我們 誰有主張說老公加班要說 老公要雙倍的價錢 這資方在罵我們啊 老公很困難啊 有人要加班 你賺錢要錢 你啊 你都擦開都不行 誰是也是這樣搞的嗎 請問明年開始 你要把工作法案沒有辦法進行 明年開始做 然後就讓休假 休假把特休假整個一排啊 當然有沒有考慮到這些 我們今天是很冷靜 一直在國中拜託 戚拜託 當長在吵架 我也是跟你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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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門也不行 市政黨面臣中下一起主持 不然跟印度主席也沒關係 大家共產黨面對沒有關係 你想講到結果會有完全的決定嗎 柯總我可以講一下 我話都講很短 我不會講很長的 我這樣聽我們好像在開委員會 一直在針對條文在那邊講 我們現在是要處理我剛剛一開始所提出的 沒有錯 我提了兩個必須要處理的是 那個條文不要在這裡講 又不是開委員會 我說我們要處理第一個 請院長保障每個委員在院會也好 在委員會也好的發言權 不要動不動就自主人在發言 這次導音也是導音之一 第一 你先聽我講 都是我在聽你講話 那麼第二個 關於這次的10月5號這個會 真的 我們三個黨三個在野黨 統統都認為它無效 所以這個必須要處理 我就直接建議了 你組個類似專案小組的 有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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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 全部請專案小組查一下 我們才能夠往前推 不然沒有辦法往前推 現在喔 大概我聽了黨團的意見 大概有兩個問題要處理 一個就是 未來院會委員會會議 那要怎麼進行 就是要保障發言的權利 讓議事能夠順利來進行 這個民主的可貴 就是在於 這個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那過去怎麼樣 剛才王委員講 過去是過去 這一切新的 大家有新的開始嗎 我贊成 我們把議事規則 大家喔 以後 要怎麼來進行 都把這個議事規則講好 那第二個就是處理 昨天 欸 10月5號這個案子 到底 它的效力怎麼樣 好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10月4號晚上 如果我們要以議事規則來講 是不能整夜在議事場裡面 這個有住在那裡 如果大家沒有房子可以住 我們也可以租旅館讓大家住嘛 我們的議事人員 也不敢把裡面的委員拉出去 所以那一天我得到的信息 就是國民黨黨團在801 民進黨黨團在301 然後都在裡面 然後 國民黨黨團又把六支 無限的麥克風 全部 借去 讓大會就沒有麥克風可以用 你們借了六支 有有有有 有啦有啦 我們的事務人員都說你們都借了 啊 最基本的啦 我們的議事規則就是不能把麥克風帶進議場 以前是 以前的事情嘛 我們是新的國會嘛 大家要遵守啊 但是我們的麥克風還是橫行院會 跟委員會 所以大家如果願意 好我們都是照議事規則來 反而 真的才是新國會啦 這個要一起談啦 否則 這個 事件談完之後 下一次又是這樣站主席台 主席都沒有辦法坐在那裡 然後 發言台被佔據 沒有人可以上發言台可以發言 怎麼進行議會 怎麼進行議事 所以 如果要談這個問題 要一起來談 我們 新的國會 各黨團 來我們簽一個 未來 如果沒有經過什麼的程序 我們 不能夠 啊怎麼做 比如說我們不能站主席台 我們不能站發言台 我們不能 在規範之內 所有的規定 我們都遵守 然後 如果 如果有哪一個黨團 強行要通過法案 那這個法案 當然就是 就是沒有效率 沒有那個程序就沒有效率嘛 那我們不能 不講 議事規則 大家怎麼進行 突然進入到 那一天的結論是無效的 這個東西 永遠都會無效嘛 因為 只要我一站主席台 一站發言台 那會議就開不下去 所有 我不高興的法案 沒有一個法案可以通得過 我建議 大家希望建立一個正常的委員會 然後委員會中心主義 我們把這個遊戲規則好好談一談 這個 這個要兩個一起來談 不然永遠就是像國昌你講的 就是這兩個要來談清楚 否則 以後 還是沒有 沒有啦 我在立法院也是兩屆啦 第二屆第三屆 那時候比現在還嚴重啦 所以 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在這一兩天 黨團回去想一下 你們願不願意針對 這個整個流程 大家有一個真的 依照議事規則來的 大家一起來簽字嘛 然後第二我們就來檢討他這個案子 有沒有照這個來 這樣才有辦法處理 你現在叫我判斷 我怎麼判斷 他說你們都霸佔主席台 然後你們麥克風也不給 然後主席在花園 你們是拉著布條 沿著走廊 帶著麥克風 邊喊口號邊進行 然後進入之後 他們就圍在那裡 然後就混戰嘛 我是看電視啊 這個齁 我們都是內行的人啊 我們都擔任好幾屆了 這個會怎麼開 他要通過務必就是 啪啪啪啪嘛 除非他就讓他留會嘛 就是讓這個會開不成 重新再來 但是我們立法院有多少時間 可以重複耗費在這裡 所以我們 組一個小組我贊成 組一個小組 針對我們的 會議的程序 都是依照會議規範 都不必創新 都依照我們的議事規範來 大家牽制 如果未來就是照議事規範 那不可以 這個不讓人講話 那程序問題有它的規範 但也不能隆藏到 重複登記 登記到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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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法條 一個條文就可以 要討論兩三天 沒有啦 所以它的規範就是 有停止討論 但是我們可以來講 多少人以內 因為我們不能要求停止討論 就是要有一個制約啦 否則你講一個我就停止討論嘛 那永遠還是又回到這裡 如果這樣子我們就組一個小組 來完成整個的議程 依照規範 依照程序來的 這個遊戲規則 之後 我們來檢討 檢視 那一天 有沒有照這個來 如果沒有 我們就重新審查 如果你們不講前面的 遊戲規則 那我不會判斷這個啦 因為那一天 根本就沒有辦法 有機會上台講話嘛 主席台都被佔了嘛 花園台被佔了嘛 他怎麼照程序 如果是你們當主席 你們當主席 沒有一個都可以照程序來啦 永遠就會都開不成啦 只要一站主席台 大家都不要開會了啦 那委員會中心主義又要幹什麼 我覺得 第二我要跟 我要跟國昌委員特別報告喔 那一天晚上是委員會 如果我召集會議的話 會被侵犯到委員會的職權 那為什麼今天召開 因為 這個案子已經送到議事處 議事處已經發文出去 這個昨天發文 請大家 可以開始學商 所以 國民黨黨團 昨天晚上 收到這個文 要求我學商 是這個案子已經進入 院的議事處了 所以這兩點 是不一樣的時間點 我那一天介入 他們一定會講 你院長 你怎麼可以干預我委員會 所以我跟他討論了很久 我也打電話給永明 說我這個召開 恐怕會被 說干預委員會 所以那一天我就不敢召開 但是他們的狀況 我們的議事人員 真的都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國民黨黨團 大家也滿有力量的 議場的人也不敢趕他走 民進黨黨團在裡面也不敢趕他走 所以我們就是變成 就是 開始玩這個遊戲 這個都是以前 玩到現在 來 過來就是委員 不好意思 10月4號晚上 剛剛 那個院長 做了這樣子的說明 時代力量可以 對 時代力量可以接受 那我再跟院長報告一次 就是因為那天晚上那個狀況 讓我們擔心 10月5號會到底開不開的下去 所以才特別拜託院長做這個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 剛剛院長所講的那兩件事 把未來的遊戲規則講好 然後來檢討10月5號 這兩個院長的才是 時代力量都支持 他講的是 未來的遊戲規則怎麼處理啊 跟這一次10月5號 不是 他說 弄好遊戲規則 再來檢討 這個10月5號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被發言了嗎 我剛剛先舉手的 不是啊 按照原來的立法院 我剛剛已經舉手了 我剛剛已經舉手了 我覺得剛剛院長的才是 呃 我有意見齁 因為今天包括親民黨 我們一開始的訴求 都是要處理10月5號 結果剛剛院長的才是 是倒過來 去檢討整個會議 然後最後才要回來 處理10月5號的事情 我覺得處理事情的順序 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會議的目的 我們召開了 剛開始我們的總召獎 非常清楚 要針對10月5號的會議 到底有效還是無效 還有 剛剛其實時代力量也講 我沒有提到這個 他今天出具的這個 是你們來挑戰有效無效 竟然這邊的話 提到說 是現場無異議通過 無異議通過 所以我們講得很清楚啊 要錄音錄影出來看啊 現場是這樣子嗎 現場是無異議通過嗎 明明我們自己 已經掉了 現場錄音的錄音帶 聽到都是有異議 所以這一件事情要先處理 至於院長說的 未來整個議事規則 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我們贊成啊 大家可以來談啊 但是我們今天的訴求 今天社會華人 是10月5號這場會議 如果是這樣的會議 我們要承認它的有效性嗎 然後已經發出來了 這個可以開始針對這個法案 開始協商了 要開始協商了嗎 我請教各位在座的各黨團的代表 如果10月5號的會議 是一個無效的會議 怎麼開始協商 所以剛剛其實包括親民黨 我覺得姨姊講得很好啊 他現在訴求很合理啊 跟我們的訴求也是一樣啊 再開一次嘛 大家好好的談嘛 工聽會 剛剛柯總召也說 工聽會也可以開嘛 就開嘛 讓這個程序回到一個合法的程序 不要造成這麼重大的爭議 所以嘛 如果會議的程序不講好 那縱然這個是無效 下一次重新開 一樣霸佔主席台 那一樣開不成嘛 這個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討論程序 大家好 有一個制約 照議事規則來 你才可以進入這個嘛 你縱使要重開 大家才有議事規則可以遵循嘛 否則你現在說這個無效 回委員會 委員會召開 你們又霸佔主席台 啊他們又 另外 那不是又開不成嗎 黃偉我講的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個遊戲規則 再來檢討這個案嘛 怎麼不對呢 院長 我想你很辛苦啦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並不是很同意你的才識喔 我們現在就已經有遊戲規則啦 已經有議事規則啦 難道這是劇文嗎 因為說我們現在要檢討10月5號的會議 所以應該要先處理10月5號的會議 到底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楊委員我來回答你 議事規則有霸佔主席台了嗎 議事規則有801前一天 可以借在那裡住在裡面嗎 柯總長 所以我們來修立法院持權行司法 所以不可以嘛 我們來修立法意識規則 我們現在就是在遵守有意識規則嘛 今天民進黨全面執政就要全面負責 我們是在檢討10月5號的會議 已經有意識規則了 楊委員 我的 我就是希望大家照意識規則來嘛 這個意識規則裡面 剛剛院長講的部分 好像沒有明文 修法讓大家可以站 那如果按照院長的理論的話 那從前面到 剛才進行的通通都是不合法的喔 院長你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啦 前面那一段發生的 如果你現在認為說 不可以在這個夜宿的話 然後到當天 我們剛剛職業是從9點到9點16分 整個不符合程序 所以加起來完全 這場會是無效的 不合法 不是啦 院長 我約聽好像有點失焦 我們不是要討論10月5號的這個 到底是有沒有瑕疵 那不是因為現在委員會的議事錄 看起來說真的是違反事實嘛 因為第一次當時的電視大家是都有意義 可是會議紀錄送出來的 醫師書送出來是說無意義嘛 那我是覺得說 不論是怎麼樣啦 就是說 當然院長你說尊重 意思規則 這本來就應該的 所以本來就沒有遊戲規則 因為本來就是意思規則 不是遊戲規則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不是說 看現在 因為我們要討論是 這個是違反事實的東西 那是不是再重新 回到委員會再重新審查 好 那我問你 這樣就好了 委員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如果回到委員會審查 那又站主席台 又站會台 那怎麼辦 因為我現在指著說 那怎麼辦 你不 那怎麼又學商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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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我可能是我沒有表達清楚 所以說10月5號的這個會議紀錄 是違反事實 所以我們 我知道啦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各位啦 如果這麼晚 委員會以後都開不了會啦 不會不會 唉呀 所以我們就把議事規則 就是你剛 委員剛才拿那一本議事規則 大家來遵守就好嘛 大家遵守啦 但是那一天 沒有國民黨 院長 院長 如果國民黨在霸佔主席台 是不是他們願意送紀律委員會啊 不要 誰要 不要再 我們不要再 對嘛 所以既然不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們要有制約嘛 制約是本來就應該要懂得制約嘛 問題是大家 你看麥克風 我講幾次不能拿進議場 昨天還是拿進 前天還是拿進議場 就好像我們去公寄的那個音樂 我那天有聽到 不是啊 你看 我們一再要求 不是啊 我們都講 這個議事規則 江委員 議事規則 是不准用麥克風的喔 你們都拿進來 而且我們都一再提醒 趙委也不可以 不處理 委員提出的意義 趙委員 可以裁強 所以大家都沒有遵守 議事規則嗎 所以我現在 有人指引前面 有人指引會議的程序 所以 10月5號的會議是無效的 這件事情結論非常清楚 大家剛剛的發言 如果加強就是 10月5號的會議是無效的 這個 這個 廖委員 我講一個時程啦 廖委員 我的意思齁 我們要改革嘛 我們要回歸 讓人家 這個尊敬的委員會 大家要怎麼做嘛 不過國民黨覺得這樣好 有什麼好怕的 大家來檢討議事規則 好之後 就知道他合不合法嘛 我可以講嗎 好 現在的 這個 現在還是要講程序耶 如果我們要談 未來 如果我們真的要修 那個可長可久的東西 解決啦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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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規則來 大家遵守 不 大家牽制嘛 黨團再來牽制 我現在要說的是 那就來檢討 跟處理這個第二 我第二個建議 並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 因為 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有意識規則可遵循 如果沒有 我齁 我不是要幫民進黨講話 如果沒有 霸佔801 那就在801開了 為什麼會到其他的地方 那你說你不霸佔 那你哪一個委員會在開 整個晚上 會去住在那裡 大家沒那麼認真啦 齁 啊你不能倒因為果 這個就是意識規則 要來處理 江偉 你懂嗎 如果沒有霸佔801 就不會有302 沒有302就沒有這個事情嘛 就是好好審查嘛 院長 你現在 那個音沒有講 開始講果 我覺得不好啦 叔叔我們沒有辦法同意 因為在立法院的工房裡面 我們當然可以進去嘛 進去之後你來 大家可以協商嘛 要協商什麼樣的內容嘛 但是沒有嘛 有這樣的協商機制嗎 大家其實都知道 我們今天的訴求非常清楚 10月5號這場會議 到底有效或無效 院長必須才是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會議的結論 說現場是無意義通過 國民黨立院黨團 完全不能接受 跟事實嚴重不符 涉及到偽造文書 這樣子 我們完全不能同意 院長 我想時代立場立場很清楚 我們認為10月5 我把它講完齁 好不好 10月5號 這個會議是無效的 我們也希望院長 來處理這個事情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院長提的那個前提 時代立場願意支持 我們也呼籲 其他黨團 如果你真的覺得10月5號 關於勞工的這個權益非常重要 我真的勸其他黨團 一起來簽這個東西 讓我們好好 讓10月5號這個會議 判定它無效 重新針對這個勞基法修正案 進行實質的討論 我認為這個東西 是值得去簽的 為了要達成這樣的效果 我這邊肯請各黨團 如果我們真的是 站在勞工的立場 我們大家來簽這個東西吧 好 我簡單補充有名講了一下 就是說 10月5號這個會議 當然是要處理 但是我之所以支持院長 前面所講的那個才是 是因為 如果那個前提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永無止盡 真的是永無止盡 那以後 我好 今天如果 假設 大家坐在這邊都同意 10月5號那個委員會要重開 我們一定會想到 下一次委員會要開這個實質審議討論的時候 第一個 我要前一天晚上去站會議室嗎 我可以待到多久 如果當天又蜂擁而上的話 那整個會議根本都沒有辦法討論 那不是一切又回到原點嗎 又回到10月5號那天會議的原點嗎 我們10月5號早上一直坐在那邊 就是希望程序上面先提 我們要有的程序動議 接下來進入實質的討論嘛 現在大家如果說 對於10月5號那樣子的方式 大家都覺得這不是應該 新的國會所展現給國人的樣貌的話 那你最起碼你要先處理說 那以後你是不是還會這樣搞啊 因為只要當國民黨這樣子搞的話 民進黨就有很正當的理由說 你要這樣惡搞 那我當然會議這樣子 我會議只能這樣處理 要不然你要我怎麼辦 所以我才會支持說 就院長所講的 我們未來不管委員會 院會 大家在整個會議進行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按照我們現行的立法院議制規則 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基本的底線 採取用文明討論法案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確保以後 像10月5號這樣的事情 都不會再發生了 這樣子對於立法院接下來的整個運作 才會比較有建設性才比較有幫助嗎 好 我補充一點就好 其實剛剛院長講一句話說 立法院裡面呢 希望多數可以尊重少數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請問第九屆開始以來 他實踐了沒用 如果這樣的原則沒有實踐的情況底下 我也請教時代力量 現在在野黨訴求的公聽會 是不是合理的訴求 聽起來是一個合理的訴求 但是在執政黨他完全都不理會的時候 都不召開的時候 請問 請問當他違反了 他也不想聽在野黨的聲音 現在看起來在野黨的針對這件事情 請教會公聽會訴求還蠻一致的 但是當執政黨他人數的優勢 他完全也都不接受 請問這樣又該如何處理 就是說多數完全沒有辦法 尊重少數的時候 中間下禮拜就來開啊 那就先開完再開審查會 裏員會好不好 沒有時間先開啊 你其實時間要找我先開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人提出來啊 講了半天裡面要阻擾就講成很 粘粹一點嘛 所以我們訴求很簡單 先公聽再審查 那這個可以解套的方式 就是大家來開公聽會嘛 好不好 柯總剛才說可以啊 這樣子啦 如果沒有把程序講好 講好 就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還會一而再再而散的 重複在那裡講問 大家 心裡都有所準備嘛 大家都有所保留嘛 大家都想取自己想要的嘛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 那不要去基建華啦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照我們的意識規則來 這個規則 怎麼定 那大家遵守 那尊重少數也應該尊重 但是少數也不能背格到讓多數沒有辦法進行 這一種是 這個財銷遊戲規則 那裡面 就是我們要來談的東西嘛 有意識規則 意識規則都定得很清楚啦 其實都定得很清楚啦 就是要 可以程序發言 可以停止討論 要表決什麼都有 但是只要人一上 化言台跟主席來 什麼程序規則都沒有了啦 那會怎麼開 如果這個沒有講好 大家要簽字 向院會宣告 那未來還是 這個 縱然重新召開委員會 還是霸佔主席台啦 一樣啦 縱然開公定會之後 還是霸佔主席台啦 黃委員跟徐委員 這個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你們要告訴我 我現在要裁定這個 沒有啦 館長我先沈浸一下 我剛才發言就是 我支持你 剛剛那樣的 但是現在說都沒有了 我是怕你這樣問我 讓大家誤會說 好像是我在反對這個方案 不是啦 我說現在 我再表明一次 實在這樣立場 就是 我們該開的會 好好開 按照意識規則來開 那你如果說要開公定會 大家提程序動議嘛 那提程序動議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有其他的黨團 有其他的委員 他們反對召開這個公定會 在立法院的公報上 也會留下清楚的表決紀錄嗎 就讓每一個人 對於每一個事情 他所做的決定 像我齁 現在要跟中國國民黨黨團 我講一件小事就好了 上一次 上個禮拜院會的時候 在討論 一個法案的時候 後來 吳秉瑞委員發言到第三位 他不是喊停止討論嗎 實在力量沒有支持 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贊成 你們那樣子的立場 就變成是說 你要用程序上面 無限期的去杯葛 這樣子的方式 來加以處理 所以那個時候登記 其實實在力量 登記到第21個吧 其實我們發言的機會 是被剝奪的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我現在要講的重點是說 我們立法院未來 在委員會也好 在院會也好 能不能有一套文明的遊戲規則 也就是讓大家對於法案的立場 有不同的看法沒有關係 都可以辯論嘛 辯論完了以後 就按照民主表決的方式 來加以決定 不要讓每一次 我們社會大眾看到說 好像有一個爭議法案 所有的委員一定要衝上去 大打一架才能夠 才最後連問題都沒有解決 這樣真的不好 這個某一些部分我也贊成 但是別忘了 在委員會裡面 雖然是要討論紅十字會案 還有用這種杯葛 完全不簽到 不出席的 讓會開不成的 這個也都有 貴黨其實也有 所以要檢討是真的可以好好檢討 不是 但一碼歸一碼 你為什麼說一下 好來來請 我講真的啦 人家在路 坦白講 實際上最喜歡說 選議民主要好好變成討論 實際上我看到7月20號 你站在那裡主義台 我真的很何其可惜 你為什麼要換這個錯誤 誰辦什麼錯誤 你去佔領主義台 不讓我們開會啊 這不是錯誤嗎 你那天有合法的招委來嗎 來不來是我們的事情 要我們有代理啊 什麼叫來不來是你們的事情啊 來不來是整個立法院的事情欸 我那天還不是跟你 我那天不是坐在那邊 跟你討論議事規則 拜託喔 拜託喔 那一天我在那邊講得很清楚 所有人都聽得很清楚 後來的報導也很清楚 我跟你講清楚哪一天可以開會 我畢明大家都搞過啦 我畢明找他代理過啦 這有些規則很多 不是用趙委員講的啦 對啊 所以我們就按照 講清楚你到底是 我們就按照立法院的意思規則來進行啊 不是啊 那你今天沒有合法的招委來 那你會要怎麼開 不是啊 在這邊不要講粗話啦 我覺得還是回到院長的 院長剛才的建議啦 我真的奉勸各黨團 要不要接受 不是啊 我這邊再講一次啊 真的奉勸國民黨黨團 如果我們真的很在乎勞工的權益 很在乎10月5號 這個會議是無效的 對我希望 院長願意處理啊 可是那個條件 我希望國民黨黨團可以接受 你們回去講一下啦 好不好 如果我們真的是為了勞工權益 不是為了要做政治鬥爭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檢討10月5號啦 這個是議題的啦 好不好 如果我們這兩天再找大家來聊一下 那私底下 私底下我們先溝通啦 就是說 我們把一些 可能 遊戲規則講 比較會換的東西 有一些制約 那我們就來檢討這個才有道理啦 檢討該重新來就重新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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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